平觀點街頭大調查台北市內湖篇 請問你覺得內湖交通狀況如何? 其實飛屏風時段其實都蠻順的 但真的就是上加班時段的話 真的是會很塞 可能有時候你可能 跑路都會比車子還快 如果下班出內湖的話 起碼要塞30到1個小時才可以出去 我在車上發呆 好像也不能做別的事 就以前不是有一次那個颱風 我們從內湖回家坐計程車 只是到中山區就花了3個小時 3個小時? 對 就是上下班尖峰時間就蠻塞的 如果是尖峰時段大概會達到40分鐘 那如果不塞的話 大概20分鐘就會倒了 蠻亂的 很塞 有啊至少40分鐘 早上啊 20幾吧 不用20 對對對 尖峰時段很差 基本上 進來就想要趕快跑出去 不想在裡面待 原來是在說交通 我還以為是在說大逃殺 柯文哲平放號 對黃珊珊是加分還是減分 敵人的敵人應該就是朋友吧 應該是有加分吧 那算加分啊 對啊應該算加分吧 減分 我覺得任何事情應該都不會沒救 只是說應該要找出方法應該都還是有救啦 如果說他是跟柯文哲一起當副市長這麼久了 那如果柯文哲說沒救了 那他是副市長 那不就代表他可能也沒有想出很好的方法 不然他就應該在柯市長當政的期間 就應該可以做一些改善 要看耶 如果是年輕人的話 我覺得是加分 誰當台北市長可以搶救內湖交通 為什麼會投票 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 看會比較好啊 那你覺得成績的政治保育嗎 你覺得一點都不好嗎 都是民眾自主性居多 那你說他防疫政策怎麼樣 大家只是照規定走而已 那如果你說真的防疫多得很好 的話有一些破壺就不會出現 你有沒有看到你開市 我跑到宜蘭去買 剛好載客人到宜蘭去 我說是千人買買看好了 買到的 台北排不到嗎 台北那個時候在排隊啊 我們是閃吧 感覺比較驚艷 可能優先可能講忘安啦 光澤東他是五檔級 雖然說也是算支持啊 就是說我可能要考慮到 他會不會勝選的 趴數的問題 可能就開始前期有檔疫苗啊 可能到後期現在在破口之後 就是只有報數字 然後到後面就有一點擺爛的感覺 粗暴的言論大可不必 陳時中他在對事物的 看待跟責任應該 對他來說應該會比較有信心 黃珊珊吧 因為至少他也不是 對啊 老黨的任何一邊 陳時中 不選他的原因也只是因為說 他感覺 沒有說很誠實的 因為他之前就說他不會參選 他就是說得很堅決 然後後來又跑出來參選 我覺得不行 真不行 黃珊珊 因為我覺得副市長當得很好 防疫做得很認真 我覺得可能是陳時中吧 因為我覺得他的行政資源會比較多 他的計畫比較容易能夠達到實現 我覺得可能是陳時中吧 我覺得交通比較有解的或許是陳時中 但是就我個人比較喜愛的候選人裡面 我比較會選擇黃珊珊 我覺得蔣萬安 他做事應該是比較有破例 那陳時中呢 陳時中他在防疫上 我非常不滿意 那麼我認為他 不但是落後 而且是不部署 我想應該是黃珊珊吧 因為他以前當那個 市議員的時候 我覺得還做得不錯 我覺得很爛啦 因為都說前置作業做得多好又多好 我實際上就是那麼有回事 大家應該都知道嘛 就不用講太白了 我都是選台灣人 選民進黨就對了 我選民進黨就對了 我選國民黨的啦 我選人都不要選國民黨的 非常專情的阿北 結果公佈 台北市民你怎麼看呢